弟兄姐妹平安 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 四问跟谁到底 上上礼拜天4月14日 我在这里用约翰福音第13章36节到14章31节 分享了四问跟谁到底的上 那这一段的经文 那这一段约翰福音的记载的这个经文 是其他三个福音都没有记载到的 那就是约翰提到 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前一个晚上 和门徒对话的其中一部分的内容 那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 一共有四位门徒问了耶稣问题 然后由耶稣来回答他们的问题 那当然他们四个问这个问题 或者那些所有的门徒在那天晚上 并不知道第二天早上差不多九点 耶稣就钉十字架了 他们那天问完问题以后 他们就离开了去克西玛尼园 克西玛尼园祷告出来 耶稣就被抓了 然后就连夜受了几个审问 第二天早上九点就送上十字架了 所以其实门徒并不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在那一次的对话当中呢 耶稣引导他们 我们如果仔细看 是耶稣在引导他们问问题 那耶稣一共引导了他们 问出了四个问题 那耶稣为什么会引导他们呢 我们来看 十三章三十三节的上半段 耶稣说小子们 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 后来你们要找我 这个后来就是明天后天 大后天你就找不到我了 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 你们不能到 耶稣问了这个 提了这个一段话之后呢 第一个发问的就是彼得 我们来问 我们来念一下彼得问的问题 我们一起来从三十六 念到三十八节预备 请 西门彼得 那这一段我们上次讲过了 我再稍微复习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 彼得问的 彼得表明他的意愿 彼得说 我为什么不能跟你去 而且他说 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 因为耶稣说 你现在不能跟我去 后来却要跟我去 彼得就说 主啊我为什么 现在不能跟你去 你就看到彼得 只有一个冲动 彼得有一个意愿 彼得有一个想要去 他说我想要跟你去 为什么我今天不能跟你去呢 彼得的问题 简单变成我们今天的问题 就是我能不能够跟随到底啊 我能不能跟你 一直跟你 去哪里 我就去哪里 这是一个意愿的问题 而从上一次我们提到 彼得和耶稣的对话互动中 第一个 我们能不能够跟随到底 你知道这个题目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想问 刚刚信耶稣的人 不会问这个问题的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为什么 刚刚这个问题 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问的 那个是到最后我们才会问 昨天我们在这里 上了八个小时的课程 八个小时的课程 大概在我们人生的 第四个阶段 到第五个阶段 我们才会问这个问题 我们能不能够跟随到底啊 那等一下我会再讲讲为什么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起初就会问的问题 当然因为我们是顺着圣经来到这里 如果你今天没这个问题 你先不用紧张 你还不到时候问这个问题 可是你到了有一天 你就会问说 我们能不能够跟随到底啊 我到底能不能够跟随到底 我11岁就信耶稣了 而且我16岁立志当传道人 你知道立志当传道人 在华人当中不是常见的事 我是16岁就立志要当传道人 到了32岁 所以终于可以当传道人的时候 高兴得不得了 我那时候在民传教书 我那时候在立法院工作 我现在讲没关系的 那是1980几年 到快到90年左右 我那几年的薪水 每一年 每一年这两个地方加起来的薪水 将近10万台币 每一个月 1980几年耶 应该不低吧 我记得很清楚 那个时候大陆在流行万元户 万元户是一家 银行里面存到万元 就叫做万元户啊 我是每一个月的2万元户啊 听得懂吗 我是个人的收入啊 那个时候我就把工作辞了 因为我一心要当传道人嘛 我就跟随 你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不跟随到底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一直到50岁以前 没问这个问题 说我能不能跟随到底 我当然能跟随到底嘛 我立志跟随的 听得懂这个意思吗 可是到了我50岁以后 我开始讲问这个问题 我能不能够跟随到底 所以这并不是门徒起初的问题 是耶稣引导他们 到他们最后一天 他们才问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跟随到底 那当然我们走到这里了 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怎么样可以跟随到底呢 上次我们有提到 能不能够跟随到底 是我们有没有愿意的心 我们有没有愿意的心 我们应该像彼得那样 有冲动执着的心 虽然不知道我们要付什么代价 可是彼得说 无论如何 你去哪里 我要去 而且你今天在哪里 我今天就要去 可是你知道事情 没那么容易对不对 后来就在几个小时以后 彼得跟着耶稣 耶稣被抓了 他起初还蛮冲动的 把刀拔出来 要来砍那个 来抓耶稣的人 可是后来他发觉 局势不太对 所以有连续三次 他不承认他是耶稣的门徒 所以我们说第二 要明白主会接纳我们的软弱 哪知彼得那天就否认主 那一天彼得犯了多大的错啊 他前面还说 我怎么可能离开你呢 我就是跟你死 你知道这个赌咒赌得很大 对不对 他说我就是跟你死 我今天也要跟你在一起 彼得犯了多大的错啊 彼得犯了多大的软弱啊 他讲这么大声 可是做了却很丢脸的事 如果我们用台湾话 最近流行的话 这个叫做什么 死啦 对不对 你讲了这么大声 结果等到真实要发生的时候 你整个都丢进去 整个说进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但是耶稣在彼得悔改之后 甚至耶稣主动释出 他看了他一眼 彼得就走了 耶稣仍然接纳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有生之年 也会软弱 你不要觉得你不会软弱 那是你早期 你觉得你很了不起 你跟彼得一样 有事没事就要秀一段 你跟上帝的关系很好 看在耶稣在海面上 他就说 主啊 如果是你也让我 从海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你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不过耶稣还是让他走 对吗 你知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自己很棒 我一定能 我现在想起来 以前有一点点觉得可笑了 不过这个就是个正常现象 本来出生之毒就不畏虎嘛 你没那个冲动也不行 所以第一我们要有愿意的心 第二我们要明白 主会接纳我们的软弱 你知道为什么彼得那一次 那个软弱 对彼得这么重要吗 因为从今以后 他仍然常常有软弱的机会 弟兄姐妹我问你 你做基督徒有一段时间的人 你有没有软弱 有 你知道吗 我现在常常在欧洲讲道 我常常在欧洲讲道 那些牧师 那些带领的 那些讲员的 常常讲出来 好像讲的那个牧师 本身都不会软弱一样 你知道害的弟兄姐妹 有软弱都不敢讲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真实的状况 是我们像彼得这样 我们会软弱的 我们会软弱 保罗也说 有谁软弱 我不软弱啊 那我现在不是说 我们要软弱 我不是这样讲 我是说我们会软弱 我没有说我们要软弱 因为有的时候是不得已的 我们就面对环境 我们受不了 面对试探 我们胜不过 因此除了我们明白 主会接纳我们的软弱之外 第三就是相信 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 永生 那这是很大的把握 主耶稣在第十四章 一到三节 答应说 我去替你们预备地方 叫我将来在哪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所以我们要相信 主会为我们预备永生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当我们知道 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永生 我们就能够在顺利当中走下去 也在失败当中走下去 也在软弱当中走下去 昨天我们来上课 其实本来是为了我们 台北尼西米 那个是2008年成立的 跟职场尼西米 那个是2017 18年成立的 因为他们都是在职场上面 工作了很多年 我本来是为他们 为他们预备的 那后来我们昨天上完课六点钟 我们这些人就集合了 我们就拉到附近兄弟饭店 去吃个饭 然后大家聊一聊 然后我们讲一讲 我们这几年的状况 我看过我这边走过去的 全部都是台北尼西米的 他们都是职场上 都主要是专业人员 专门技术人员 都是教授 本来有医生 教授在职场上的高阶主管 或者是自己做老板的 或者是都坐在这边 我一圈看过去 从2008年到现在 每一个都有软弱 而且那个软弱 还不是一般的软弱 环境困难到 他真的走不下去 昨天我经常还在跟秋花讲 我说昨天有一个弟兄 哇 好高兴喔 他昨天好高兴 为什么 因为他有这几年 有好多的诉讼 我问你 你有诉讼 你高兴得起来吗 我不是说你是律师 别人有诉讼 那你就高兴了 对吗 光州 不能这么坏心 不过这是有人有争执 你要帮忙嘛 对不对 你知道你是律师 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律师也会被告 会不会 他只被告三次而已 所以次数不够多 如果你有诉讼 你怎么高兴得起来 而且特别是有诉讼 很多说是你是觉得很委屈 可是昨天那个弟兄 我看他今天怎么怪怪的 后来才知道 原来那诉讼都结束了 而且看起来是输 其实是赢 你听得懂吗 明的是书 暗的是赢 哇 这种诉讼最高兴了 他那天就 昨天就很开心 我看过去 还有几个还在困境的里面 你很难不软弱 我告诉你这一辈子 因为环境不是你能控制的 别人更不是你能够指挥跟掌控的 你不要说你做 人家的属下 你打不过老板 我问你 你做老板你打得过环境吗 你连你下面的高管你都不一定有办法 形势比人强 因此我们必须知道 我们在顺利当中能够走下去 失败当中能够走下去 软弱当中能够走下去 是因为我们知道 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地方 这不过是一个过程 当你这些过程过去之后 每一次我们都拿来检视自己 昨天我们一起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有一对夫妻 你知道那对夫妻 我们第一次跟她见面的时候 那个太太 因为她已经说出来了 所以我可以说 她有十几年的忧郁症 我第一次看到她的那个脸 跟昨天看到她的脸完全不一样 她公开地说我已经好了 她先生说我可以做见证 不仅如此 她还讲出一些话 是我认为一般程度的基督徒 讲不出来的 她跟她先生有一点点摩擦 这个都很正常 对吗 然后她话还没讲完 她先生就讲了 然后她就等她先生讲完 之后说 可不可以等我讲完 你让我后半段讲完好吗 她先生说对不起 对不起 因为他们感情很好 她再来就说 她就把她讲完以后 她先生吓一跳 答案是这样子 后来她再来本来想讲 后来她说了一句话 她说她心里说 你对我怎么样 是你的事 我也改变不了 但我对你怎么样 是我跟上帝的事 这个事情我能够处理 听得懂吗 人家都讲得出来 你还听不懂 差距有点大 人家是一个姐妹 忧郁症十几年 她好了 好了 那我昨天跟她说 我说我现在看到你的脸 你不仅脸的表情变了 你脸型都变了 你看看 当一个人得忧郁症的时候 他整个会变 好了以后整个会变 这是一个过程 我们知道 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地方 所以主耶稣在告诉彼得 他会三次不认他之后 就立刻告诉他 你不要忧愁 因为我已经预备了地方 我预备好了 就会来接你过去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我们还在等 对吧 耶稣可能还没预备好地方 预备好了就接我们去 但无论如何 我们知道 第一 我们能不能跟谁到底呢 能 最主要是我们要有 愿意的心 这第一 第二 第二我们接下去来看 第二 那我们如何能够跟谁 跟谁到底呢 我们如何能够坚持到底呢 我们来到第二个 和耶稣对话的那个人 那那个人是谁呢 那个人叫多玛 我们来读第十四章的四到五节 我念耶稣的部分 你念多玛的部分好吗 耶稣说 我往哪里去 你们知道 那条路你们也知道 多玛对他说 主啊 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 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但在第一段 耶稣和彼得对话的内容是 告诉我们 我们能够跟谁到底 后来耶稣回答了 彼得的问题之后 耶稣就对他们说 说我往哪里去 你们知道 那条路你们也知道 不是 这句话怪怪的 对不对 其实他是要引出多玛 讲这句话 多玛说什么呢 多玛说 主啊 我们不知道 你往哪里去啊 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耶稣是讲 他要回到 父那里去 耶稣是讲 他透过十字架 要先回到 父那里去 那条路 耶稣说 门徒也知道 门徒当然不知道了 他这样讲 是要让他们说 我们不知道 你要到哪里去了 那谁问的呢 多玛问的 耶稣说完了之后 多玛立刻对他说 主啊 你要知道 如果是彼得的话 彼得不会这样的 彼得就说好 因为彼得 听不听得懂 他就说好 你听得懂吧 就彼得就是很冲动嘛 你知道我们当中 也有人是冲动的人 自己心里举手就好了 不要公开举 你问他什么 他立刻都说可以 那这种人是第一个反应 可是像 碰到多玛这种人呢 他是非常理智型的 多玛立刻就说 主啊 我们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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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往哪里去 既然不知道 你往哪里去 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听得懂吗 你现在叫计程车 有两种方式 对不对 一种是上了车 跟他讲去哪里 另外一种是 你先把地址输入 有没有 那种叫做Uber Uber是你要先把地址输入 然后destination 你要先告诉他 你上去都不用跟他说话 而且他们的那个 他们的地图 他们的那个导航系统 是全球统一的 他们不是用我们 你平常使用的Google地图 什么什么什么 他不是 他是全球统一的 所以如果你是Uber 我不说替Uber做广告 你不要搞错 我现在再讲一个 一个观念给你听 你上Uber之后呢 你完全不需要讲话 你在泰国 在日本 在美国 在欧洲任何国家 如果有Uber系统的 你上了车 你不用讲话 他自动带你去 因为他知道要往哪里去 所以他知道要开什么路 这样听得懂吗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 他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 如果司机不知道 你要往哪里去 你上车的时候 你要跟他说我要去哪里 坐过计程车吗 怎么搞得好像你们都没有 坐过计程车的样子 因为有表情嘛好不好 你上了计程车 那如果你不讲话 计程车司机是不开车 可是你上了Uber 他不用等你讲话 他自己就去了 因为他知道你往哪里去 所以他知道那条路 对吧 可是你坐一般计程车 他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 所以他不知道要走哪一条路 那如果你应该说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个地标嘛 就是敦化国中 是国小 敦化国中 如果你想敦化国中 他也知道 你说兄弟饭店 他也知道 你说这个小巨蛋 他也知道 然后他就那么问说 那你要走哪一条路 那你坐计程车 有好多种人 有一种人就是 他要指挥那个司机 开什么路 对不对 他有一种随便你开 有地点就好了嘛 我自己开 那这边多玛就这样讲 他说主啊 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 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我请问你 多玛讲这话 合理不合理 合逻辑不合逻辑 合理字吧 对不对 他脑筋很清楚的 他脑筋很清楚的 我们都知道多玛是一个怀疑论者 他对每一个人的问题的话 他都有意见 我们当中有没有这种人 请你不要举手 我看见了 请放下 当耶稣回答了冲动的彼得之后 多玛接下去问了一个理智的问题 他说你到底要往哪里去呢 讲半天 我们并不知道你要去哪里 所以我们不知道那条路在哪里啊 的确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上面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要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走到那个终点呢 我们到底要去的终点在哪里呢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坚持到底呢 那个方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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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坚持到底呢 那个方法是什么呢 那个方法是什么呢 那个路径是什么呢 所以他说我们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 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这个路他是用位 就是哪一条路嘛 是走哪一条路嘛 从多玛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 这的确他也很想跟随主耶稣 只是他跟彼得不一样的地方是 他没有彼得那个满腔的热血 你要知道满腔的热血很重要 但是有的时候满腔的热血是一个无头苍蝇 因为他有满腔的热血 他就一直想去一直想去 可是多玛却是一个冷静的心 他说我怎么样才能和你一起去呢 我怎么样才能够跟你去呢 好 我怎么样才能去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跟随到底 一是问我们能不能够跟随到底 那个答案就是我们要一个彼得的冲动 就是无论如何我都要跟你去 我们要有一颗愿意的心 即使丧失生命也在所不惜 当然这个很好 其实我们需要拥有多玛的心 就是多玛的理智 就是到底那个方法是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的人跟随主 有的人走这条道路 信仰的道路 有一没有二 你知道有一没有二会碰到一个状况 当有一天你灰心的时候 灰心就很大 我其实不太喜欢只用一 当然我们需要encourage别人 来跟随主 可是我不太喜欢 每个礼拜你们来 我们都帮你打强心针 那你可以走一个礼拜 让我再打一个强心针 你再走一个礼拜 因为有一天你会碰到一个困难 是你不能解决 我告诉你 你带来我也不能解决 给我们所有人的利息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所以方法很重要 不能只有意愿 所以在这边你看到他有那个方法 你有那个方法 所以如果你来我们教会 你听不到那个非常振奋人心的 走一个礼拜的道 你大概回去你都会有一点点若干的失落 就是说好像没有打到强心针 好像吃了一个鱼油而已就走了 就好像护住你的心脏 然后你就走了 那下个礼拜来 然后好像叫你 我可以告诉你 基督徒最重要的锻炼 锻炼是你自己的锻炼 不要靠我们 我没有要推卸我的责任 你靠我我靠谁啊 而且你千万不要用个简单的答案说靠主 我也知道靠主 你靠靠看嘛 事情大到一个地步就不是这样 所以那个理智一定要发挥 不然神创造理智做什么呢 在这边 多马就说方法是什么呢 到底走哪一条路可以到腹那里去呢 没想到耶稣对这件事情的回答非常简单 他说什么呢 我们来读第六节 耶稣说什么 预备请 我们过去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这样回答 多马是问到底你要去哪里 那条路在哪里 可是耶稣回答多马的内容是 如何才能找到那条路并且坚持到底 听得懂他的差距吗 多马问的是你到底要去哪里 那条路在哪里 没想到耶稣回答多马的是 如何才能找到那条路并且坚持到底 他的意思是这样 他的意思是正确的道路 要坚持到底你就要正确的认识 如果以耶稣第一人称 就是你正确认识我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那如果我们今天客观的角度来讲 就是正确的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就能够坚持到底 等一下我会跟你解释 你知道耶稣讲话 真的是太奇妙了 你起初一猛一看不懂 后来一看真的有道理 我们怎么样能够坚持到底呢 耶稣说答案是正确认识我 答案是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再讲一遍 耶稣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坚持到底呢 那就是你要正确认识我 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来慢慢来跟你们解释 原来多玛斯问说你要去哪里啊 我们怎么样跟你去 那条路在哪里 耶稣竟然回答说 我是去妇那里 我是要回到猜我来的妇那里 我是要回到我原来的家里去 而且你怎么能跟我去呢 那透过我 那透过我 只有透过认识耶稣基督 那么你才能够在走天路上面坚持到底 这看起来需要让我们诚思一下 为什么认识耶稣基督 才能让我们坚持到底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在信仰的道路上面觉得怎么样 我不知道 如果你刚刚信主 你的问题不太多了 你刚刚信主 你的问题不太多 除非你是个问题儿童 通常刚刚信主的时候都很高兴 因为别人都告诉我们 信耶稣有平安 有喜乐 有没有 耶稣解决我们所有问题 要不要 哪里不要的 我现在导过来问 菩萨赐你平安 菩萨赐你喜乐 菩萨解决你一切的问题 要不要 不要啊 那不是一样吗 听得懂吗 因为当我们入门的时候 我们要的是那个我们想要的东西 是那个平安 是那个喜乐 是那个解决所有的问题 可是当你走了一段日子之后 你就会发觉没有那么容易 如果你继续就做一段时间 你就会经过 有很多的困难 有很多的痛苦 你快信不下去了 你是不是在没有想到的地方 受到攻击 受到打击 受到挫折 昨天我们在一起吃饭的那些人 十几位 都是已经在社会上有一段日子的 大概做老师都是已经到教授 然后做生意都已经到了一个等级了 做都是高管 都是高管 高管下面都是几百个人才叫高管 下面的两个人不叫高管 那个叫低管 没有没有没有 那个叫小主管 对吗 你问他 说你困难不困难 没有一个不困难的 都说哎呀我才太顺利了 随随便便 一个月就做几千万的生意 我才做第二年 可能吗 如果有这种事 早点告诉我 至少光周愿意去参与你 或者你会发现你信仰生活当中 没有那么一帆风顺 因为当当我们 刚开始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都以为信耶稣以后一帆风顺 你不是这样想的 那你怎么信的 你知道我常常讲这个事情 因为我信耶稣的时候年纪很轻 然后那个牧师讲得非常好 以至于我很想信 因为我误以为信耶稣之后 我就有个靠山 我走出去 外面刮风下雨 我走在路上 连雨都不会滴到我身上 你没有听过这个啊 你没有听过这种见证 最近 最近不是有地震吗 你知道我们教会有个弟兄说 没有地震的时候他觉得很晕 一地震他就不晕了 我们就跟他说 那你应该搬到花莲去 你更好 你就常常不晕了 有的人以为说 哇地震来的时候 全部人 这个 都 这个 这个 房子都震动 基督徒的房子都不动 我问你 你有没有这种误解 说耶稣基督 信耶稣会变成这样 有啊 很多牧师讲的 你会这样相信 然后别人生病 都不会好 一生病 一祷告 次则病就离开了 不是这样 我告诉你不是这样 我不是说永远不是这样 但不总是都这样 那你只要有十次里面 有八次不是这样 甚至两次不是这样 你不是对这个信仰 产生怀疑了吗 我们没有想到 原来我们所期待的信仰 跟我们所得到的信仰 不是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怎么能够 走到底呢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到 父那里去呢 耶稣说是要正确认识我 是要正确认识耶稣基督 所以他才会说 他才会说 你们若认识我 对吗 也就认识我的父 你们透过我就能到父那里去 所以他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会随着你属灵生命 的成长 你会更多认识一点 耶稣基督 而认识的那一点 可以帮助你过一段时间 然后等到你碰到更多困难的时候 你就会更多认识一点 耶稣基督 然后你就会更多 往前走一点 有没有听懂我在讲什么 我没有打包票 耶稣也没有打包票 说所有的问题他都能解决 他没有这样讲 终究他能解决 但是如果你要一次走到底 那我们就每次都拿耶稣的 五饼二鱼就好了嘛 对不对 听得懂吗 可是耶稣五饼二鱼只做两次 一次一次两次嘛 对不对 或记载当中出现两次 他不是常做这件事情 他不是有事没事 都在水面上走 是吗 他也坐船吧 听得懂吗 所以耶稣并没有要 一直用他的神机 来做所有的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 因为整个基督信仰的重心 不在这边 整个基督信仰的重心 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会去依靠耶稣 我最近碰到一个 我们教会的姐妹 她写信 她因为生病 我们当中都知道 她已经好几次的癌症 然后在癌症当中还怀孕 不知道怎么办 后来把她生下来 然后又得癌症 我们都不知道 怎么会这么辛苦 然后大家就希望 一祷告那个病就好 我没有说一祷告病就好 有问题 我也希望这样 可是我们从历史上看起来 耶稣并没有每次都这样做 不仅是没有这样做 你看这个以色列人要进迦南 他们不是走到哪里 敌人都望风匹靡吗 不是这样啊 他们要很努力地打 所以打耶利哥神出手 可是打艾成的时候 因为他不依靠 所以他们就输了 换句话说 上帝跟我们同在 有几种方式 有两种神迹 有两种神迹 一种神迹是 神立刻解决那个问题的神迹 第二种神迹是 神一直跟我们同在 那件事情一直不能解决的神迹 听得懂吗 我这样看下去 因为我认识你们很多人 你们有几个人 你们有几个人 你的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 可是你一直知道 神与你同在 我问你 这是一种神迹对吗 另外一种神迹是 你一祷告 每件事情一祷告就解决了 这是另外一种神迹 我们一直以为 或者我们一直喜欢 这种神迹对吗 你们是不是喜欢这种神迹 我也跟你一样 谁不喜欢这种神迹 可是我可以告诉你 神通常不太用这种神迹 神却用这种神迹 来动动你们的理智 我们现在正在处理 多码的思想 对吗 我问你 神你每一次祷告 神都解决你的问题 你碰到有些事情 你祷告了 神不解决你的问题 可是他却让你知道 他一直与你同在 哪一个神迹比较大 那当然了 这个你说答案是一样大嘛 对不对 你们都很聪明被我教的 当然是一样大嘛 因为都是耶稣做的 可是我告诉各位 这一个你久而久之 就会看中鸡过于看中神 对吗 神鸡嘛 因为那个鸡嘛 就是那个事件嘛 你会看中那个事件 过于看中神 可是你 这种状况的时候呢 那个鸡都没有发生 你那个懂吗 你只好看中什么 这样讲你还不懂 再讲下去 我那个例子越用越浅 我就觉得你们的程度 都降低了 我问你们 你们做父母的 你们做父母的 儿女什么要求 你都答应她 是好事还坏事啊 表面是好事 对不对 她就说爸妈对我真好 可是长久 你就知道事情不是这样 她每一个要求 你都答应 的结果就是 我来找爸爸 只是你把我那事情解决掉 可是爸爸不重要 是解决才重要 可是我可以告诉各位 如果爸爸不重要 解决才重要 你终久会失去你这个儿子 今天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的信仰 永远落在 你一祷告事情就解决 你一祷告事情就解决 到最后 是谁都不重要 对不对 就能解决的就是神嘛 对不对 问题不是有解决的就是神 不是有解决的就是神 神他有的时候 会解决我们的问题 有人说他用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一直面对这个问题 我后来就写信给我们教会 就写那个line 因为他是个群组里面 后来我觉得这个群组 在群组里面讲太深了 我私下跟他写 我就跟他说神迹分两种 这两个都是神迹 神迹是神做事 对吗 神做的事叫做神迹嘛 所以除了神迹以外 还有鬼做的事嘛 叫做什么 鬼迹嘛 对不对 还有人做的事叫什么 还有 古迹啦 拜托好吗 那个叫做古迹 不是人迹 还有人迹 神做的事有一种是立刻就解决 我们都喜欢这一个 可是我渐渐的越来越喜欢 我说渐渐的 因为不容易 就是这个问题没解决 可是我一直依靠神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才是神主要做的 这个才是神主要做的 请听清楚 如果你是年轻的基督徒 年轻的是指你信主时间很短 叫做年轻 如果你是老基督徒 跟年龄没关系 你信主一段日子之后 你一定要喜欢这一种神迹 因为这一种神迹 好像神要我们练肌肉 你听得懂吗 看起来你们那个反应 都让我觉得有点担心 这一个神迹是 你只能举20公斤 可是现在有一个 40公斤的哑铃 结果你举的时候 是神用手指头看不见了 这样帮你抬 结果你觉得很轻 其实是神台 这是一种神迹 对不对 因为那个哑铃举起来了 对不对 那这一种是你举不起来 你40公斤当然举不起来 你平常举20公斤 你怎么举40公斤呢 那换成21公斤的 就一直弄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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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举起来了 然后那个教练在旁边说 你要这样举 你脚要这样曲 你手要这样用力 来你这边回去要怎么样锻炼 从20 21 22 23 24 25 26 举到40公斤 我们是假设了 我不知道这可能不可能 我这是个举例 有一天你因为经过长期的锻炼 几年之后 你举起来40公斤是你举的 他没有帮忙 你听得懂吗 但他一直教你 他一直陪伴 我可以告诉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喜欢用这种方式 因为神让我们里面 有一个更大的 坚强的 不是靠自己而已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经历到那个结果 经历到那个结果 经历到那个过程 享受那个结果 所以在这边 耶稣说你们认识我 你们要认识我才知道 所以耶稣说认识我 我告诉你我是什么 他说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耶稣是道路很明白 因为神在这里 这条路就是靠着耶稣走过去 所以耶稣是道路 第二 耶稣是真理 他不仅是个那条路 而且他就是我们所遵行的 不变的跟随的那个方法 他是让我们有生之年 靠着他真知和明辨以后 他带我们过去 第三 他本身就是生命 他本身就是生命 我们知道有生命跟没生命 有很大的差别 对吗 一个极湍的河流里面 只有一种 不会被那个水冲下去 只有一种可以逆流的 叫做鱼嘛 哎呦 拜托了 鱼嘛 对不对 可是鱼的重量没有石头重 对不对 那它为什么可以逆流呢 为什么那个石头 比这个鱼重十倍 水强的时候还冲下去呢 为什么鲑鱼可以跳上去呢 因为它有生命 有生命 耶稣说我不仅是道路 你要遵行的 我是真理 你可以享受 拥有 并靠着它的 而且我还是你的生命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此认识耶稣基督 祂会用道路的形式出现 祂会用真理的形式出现 有时候祂会用生命的形式出现 它三个都是 所以试问跟随到底的 第二问是 我如何才能够坚持到底呢 这个是个方法问题 第一个是意愿问题 第二个是方法问题 是路径问题 耶稣告诉我们 那个方法就是我们需要认识它 我们需要认识耶稣 认识祂可以帮助我们 让我们走到底 最近我们越来 我们教会越来越变成少数教会了 就是我们教会讲到 还要四五十分钟 有时候五六十分钟 对不对 有的讲员控制不了 还讲到一个多小时 现在教会都不这样讲到了 他们都讲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 那为什么我们这么坚持呢 是因为我们不想 真的每次都给你们打疫苗 你听得懂吗 打疫苗可以防止一段时间 但是我们需要你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希望你认识耶稣基督 认识耶稣基督的话 我们才能够走到底 必须认识耶稣基督 才可以帮助我们走到底 你永远不要相信 你一定有教会可以靠 你不要相信 你永远有教会可以靠 有的时候不得已的时候 你会找不到教会 有的时候不得已的时候 你会不想找教会 听得懂吗 你的问题大到一个地步 是我跟谁讲 谁能帮我解决问题呢 所以真正的方法 真正的路径是耶稣基督 你需要花时间跟他有更多的来往 所以为什么我昨天跟上一次 花了16个小时 是告诉你为什么跟怎么做 而不是一直叫你们来教会 你知道我们教会 你如果几次没来我们会关心你 但是我们不会强迫你来 今天早上还有一个人 想强迫一个人来 就后来那个人没有来 我就跟他说没关系 没来有什么关系呢 真的 但是如果你每一次来 你就把这里当成club 当成好玩的地方 当然我们有好玩的地方 今天有咖啡课对不对 可是我们不能 全部都搞咖啡课 红酒课吧 我的意思就是 我们主日崇拜 我们还是要告诉你 这个是个方法问题 这是个路径问题 怎么样才能够坚持到底 第三 第三 我们怎么样 这是已经讲过了 第二 第三 第三 我们信仰的对象到底是谁 又来到一个更严肃的问题了 那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十 十四章的七到八节 我们来念 预备 请 你们若认识我 也就认识我的父 从今以后 你们认识他 并且已经 爱见他 菲利 对他说 求主将父 显给我们看 我们就自主了 好 刚才我们提到 耶稣到底到哪里去呢 为什么他所去的地方 门徒暂时不能去呢 那个地方就是父那里 所以 多玛就问了 那我们不知道那条路 那我们怎么过去呢 那耶稣就跟他讲说 其实你们是要认识我 你们是要认识我 可是后来又带了一句话 他说你们若认识我 就认识了我的父 从今以后 你们认识他 而且已经看见他 这个话 是一方面回答多嘛 一方面又带出问题 就是又把 又搞了一个题目出来 叫做父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解释这个东西 他一问呢 这个菲利 你知道菲利也是一个 蛮会解决问题的人 菲利就是那个 五饼二鱼的时候 去拿那个小孩子的 五饼二鱼的那个人来 这个菲利 这个门徒也蛮好玩的 他尝试解决问题 他总是说试试看 他喜欢解决问题 所以今天的问题是 菲利就说 那我们不认识父 我们不认识父 搞半天 我们不认识父 你说 我们如果认识你 就认识你的父 从今以后 我们认识父 因为你们已经看见他 这话我不懂 菲利就问说 没有 我们不懂 我们认识你 已经稍微认识了 可是为什么认识你 我们就认识父 所以他就说 求你将父显给我们看 我们就知足了 给我们看一下 请父给我们看一下 这是什么问题 这是什么问题 第一个是 第一个问题是 意愿问题 对吗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方法问题 也要记得 在我们教会 讲到时间比较长 你脑筋要记住 第一是什么问题 意愿问题 第二是什么 方法问题 第三个是对象问题 对象 他说 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 我们就知足了 结果 耶稣说 这是个对象 这是个对象 这是个对象问题 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面 我们到底跟从谁呢 我们信仰的对象 到底是哪一位呢 未来我们到底 要到什么地方去呢 这是我们的问题 我现在来解决 从起初 就问的那个问题了 一般而言 我们接受耶稣基督 我们接受基督信仰 最起初 想要的就是平安 对吗 我想大部分的人 想要的就是平安 因为内心不平安 所以说 信耶稣最得赦免 就得平安 就赶快来 有没有 那这个是比较单纯的人 有的人呢 是碰到很大的问题 他就是说 他光平安不行啊 而且我 我好像有平安 我也喜乐不了 所以有的人 是为了喜乐而来 第三种是为了问题 要解决而来 他不得了个天大的问题 他需要有一个 困难的解决 那有的人是对人生想不通 他是要解决 他人生的问题 但是伴随着我们的信仰 我们是哪一个阶段进来 并不知道 有的人 平安夜就进来了 对不对 因为平安嘛 对不对 有的人 复活节就进来了 为什么喜乐嘛 对不对 或者问题得到解决嘛 有的人是 他的困难 然后有人来帮他 他那个思想就打开来了 那这是入门 可是你走到后来 越来越来就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 到底我们信的是谁 到底我们信的是谁 你要知道信的是谁 有很大的差距 我以前有一个学姐 那个时候 她就已经做到 高等法院的推示 高等法院的推示 我才三十几岁 她只大我几岁而已 就做观众法院的推示 其实很年轻 她的先生是一个律师 相当有名的律师 那因为学姐也认识 那个学长 他们是结了婚的 你们这些学法律的 不要猜是谁好吗 后来呢 这个学姐是信耶稣的 她就跟我说 李健你跟我先生也认识 你可不可以去跟他 讲讲福音 我说好 那因为我做了传道人 他继续做他的律师 他是做法官 推示 他就跟我说 李健你可不可以去 我说去 因为我跟他 这个我的学姐也蛮好的 后来他就好 我就去 我就去跟他的先生 是一个相当有名的律师 那我就去跟他聊 我就跟他联络 联络上我们就见面 你知道吗 可是那因为 他我们都是认识的人 都是已经在台大研究所 是硕士博士班的学生 那一坐下来 那我们一坐下来 一坐下来 我还没讲话就开始了 他说哎呀李健太好了 我就跟你讲 我跟你介绍一个宗教 我还没讲 他就给我介绍一个宗教 然后我就真的吗 然后他开始讲 哇他信了一个宗教 多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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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 就讲了个半天 后来我就想 原来他猜到我 大概因为 我们大家都认识的人 他猜到我做的传道人 又跟他的太太很熟 我跟他其实也蛮熟的 所以他就先下手围墙 对不对 他就直接讲了 就很神这样 那讲了很神以后 那你这个不能抢人家的话 人家讲了这么神 对不对 讲完以后 我也觉得说 也够神 也够神 那他要讲了这么神 那我再讲神 那不就一样神吗 对不对 就是一样的神 一样神是形容词 那到底 但是他不是一个神 那个是一个名词 所以我就只好跟他说 哇我说哇真神 然后我还跟他说 我说我所信仰的都没这么厉害 我讲的也是事实 因为他讲的太神了 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说只是我不知道 只是我不知道 只是我不知道 你那一位神 对于道德有没有意见 听得懂吗 道德 你那个神对道德有没有意见 这样子 他就不讲话了 因为在他描述的过程当中 我就知道他所信的那个神 是没有道德的神 听不听懂我在讲什么 因为我不能讲太清楚 对不对 你这样就知道 他的那个神 他是怪力乱神的神 那当然也是一个中派 那我就跟他讲 我说因为如果这个神 如果我们所信仰的神 是没有道德观的 是没有道德观的 那这样会很麻烦 我就这样讲 但是也不能多说了 那我只把问题丢给他嘛 而且当讲这句话的时候 已经在复葬了 他已经在复葬 因为他全部讲完了 他就要走了嘛 因为他就已经跟我见了面 事情就结束了嘛 既然约了他 他也不能不跟我见面 那他又是我的学长 那么学弟跟你见面 你总要卖个面子嘛 他全部讲完了 他就要走 而且我们也吃差不多了 从头到尾 我都没讲到话 所以他就已经叫 买单买单 他说李健 他说学长请客 那当然学长请客 谢谢谢谢 又是大律师嘛 名律师嘛 当然是学长请客 谢谢谢谢 走之前我就跟他说 哇你那个神很神啊 我说我只想问你说 你那个神有没有道德观的 就结束了 我话都没讲就结束了 所以我们的对象是谁 听得懂吗 这是对象问题 就搞半天是对象问题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菲利就问他说 求主将父贤给我们看 我们就知足了 到底父是怎么样的一位 菲利说我们看一下可不可以 我们可不可以看一下他 到底我们所相信的那位 是怎么样的一位呢 菲利说如果你告诉我们 我们就满足了 这个是他们要跟随到底的时候 会有对象问题 你跟随到底 你跟对人没有啊 我们对象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 或许对我们一个刚性主的人 这不是问题 这不是问题 为什么呢 不管他是哪一位 他让我平安 让我喜乐 让我满足 再多一点点 让我有道德 让我刚强 让我有正义感 让我勇敢 让我有圣洁就够了 或许我们只要这样就够了 但是随着你越走越下去 耶稣很清楚地把那对象说出来 也就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是什么 我们信仰的中心是三一真神 是我们信仰的对象 三一真神 因我们的信与我们同在 就在耶稣要离开门徒的最后一个晚上 耶稣把这一位神很清楚地表明出来 用以满足非力的期望 用以满足非力的期望 而非力的期望 正是我们的期望 就是我们这一位神 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十一节前半段 预备 请 你们当信我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耶稣说 你们当接受我 这个信就是接受 你们当接受我 然后你们接受我的时候呢 我是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意思就是说我们两个是重叠的嘛 就是overleaf的嘛 对不对 不然我怎么这个在那个里面 那个在里面 通常你在我里面 我就不在你里面了嘛 是不是 但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两个原为一 十四章 十六到十七节 预备 请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慧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这又来到另外一件事情 耶稣说我会走 我走的时候呢 我跟父说 其实父就是我 我就是父对吗 然后呢 我走的时候 我要请父 再拆一个人来 住在你们里面 那个就是真理的圣灵 当菲利要求耶稣把父显明 给他看的时候 耶稣讲的这个对象 说你们信仰的对象 不仅是父 而且借着耶稣在父里面 父在耶稣里面 他讲到我们是一而二 二而一的 耶稣是我们信仰的对象 耶稣 父神也是我们信仰的对象 而且当耶稣要离开的时候 就求父另外赐给他们 一位宝会师 叫他住在你们里面 哇 这越搞越复杂了 对不对 我告诉各位 这个东西弄清楚之后 你就稳定了 现在问题在这边 很不容易弄清楚 也就是第三位来的圣灵 你要知道 我们现在是21世纪 对吗 21世纪是不是 你知道 这一句话 刚才我们讲的那三节 11节 14 11节 16节 17节 这一共用了500年 耶稣讲完这句话 又用了500年 我们基督徒才确认 原来我们不是一神 我们是三而一的神 用了500年 人类到了500年后 这件事情的500年后 他们才 基督徒才通通确定了 我们讲基督徒 包括现在的天主教徒 跟东正教徒 因为他们三个没有分开来 大家都承认 有三一的神 三一的神 现在是全世界 就是在天主教 东正教 跟基督教里面 还有一个叫犹太教 犹太教就坚持 原来的一神 就耶稣不是神 圣灵不是神 那现在的麻烦是 耶稣是神 圣灵是神 上帝是神 那三个合在一起 对不对 这是一件最奇妙的事情 我可以告诉各位 在信仰上 三一真神 就是我们信仰的对象 那个是指的未来 三一真神 也因我们的信 现在住在我们里面 这个是指的现在 所以耶稣不仅讲了 我们信仰的对象 是三一真神 而且他提到三一真神 现在就在我们里面 现在就在我们里面 你让我再给 你再给我一点点时间 我把这事情讲清楚了 你就稳定了 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杯 请 我要求父 我父就另外赐给你们 一位宝会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到那日 你们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们里面 好 我花一点点时间讲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三一真神 其实现在就住在我们里面 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 如果你一直想要有神迹 我们所谓的那个神迹 不可能变可能的神迹 我们还是没有拿到 我们整个信仰的重心 我没有说那些事情 不会发生 会 但那并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一位真神 三一神 圣父圣子圣灵 要住在我们里面 现在 而且当我们将来 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并不离开我们 所以昨天 我给他们一个问题 我说你到底怕死不怕死 后来很多人跟我说 我这辈子没有想过 怕死不怕死 后来他又诚实地说 因为我怕 所以从来没有想过 对吗 因为我不想嘛 我不想就没有嘛 我把头埋在沙土里面 什么都看不见 我告诉各位 死不能隔绝什么东西 今天三一神 就住在我们里面 离开这个世界 只是离开这里 好烦哦 对不对 我不是讲你们 不要有自卑感 就是离开这个 那那个时候就很简单了 就三一神 当然到那边 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就是 人的理智 其实不能接受 一就是三 三就是一 对吗 你能接受一就是三 三就是一吗 如果你接受 你过来 我给你一百块 你给我三百块 谁都不接受嘛 对不对 而且如果你说 你接受的时候 我不会拿出一百块的 我会拿出美金一千块 你们知道 有美金有一千块的吗 你没见过 因为那是赌场在用的 那个是买军火在用的 那个是买毒品在用的 一般都看不到美金 美金有一千块钱的啊 美金有一千块钱的 人怎么会接受一而三 三而一呢 人是不可能接受的 可是当神进到我们里面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告诉你 起初想不通 为什么圣父圣子圣灵 可以是三一 起初想不通 可是你一信以后就怪了 你就通了 我现在也不要问你 我相信所有的基督徒 现在都承认 圣父圣子圣灵 三而一的神 对吗 我记得你们以前不信的时候 我问你们 打死你都不信不是吗 你怎么现在就信了呢 因为那个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 你信了以后 你突然就觉得 这个不是问题 这个不是问题 可是你没信以前 这就是一个问题 这就是个最奇妙的神迹 因为当他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突然认识他 你知道当你能够接受 这位神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你祷告就变得比较清神一点 因为刚刚信耶稣 常常有的问我说 李长老 我到底是跟耶稣祷告 还是跟天父祷告 还是跟圣灵祷告 我搞不太清楚 对 这个就是我们会有的问题 当然了 有的时候还有特别的状态的时候 你是要特别祷告 对不对 我们会说主耶稣 像今天早上 我跟我太太一起吃早饭的时候 我就祷告了 我说主啊 谢谢你 因为今天是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的纪念日 我会这样祷告嘛 对不对 我不会说 天父啊 谢谢你 因为今天你复活了 我不会这样讲 因为耶稣 因为天父并没有死在十字架上 对吗 那这种特殊状况 我们会这样祷告 但一般而言 我们一称他主啊的时候 就合在一起了 所以有时候分开 有时候合在一起 你说这太麻烦了吧 所以多玛的问题 就不是这个问题 你听得懂吗 非利问的问题 耶稣才说 我们是三一的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位三一的神 会住在我们里面 因我们的信 与我们同在 如果你现在 这个还是你的小问题 没关系 过一段日子就不是问题了 可是当你这个不是问题以后呢 你突然能够面对很多的问题 因为一位是创造的主 一位是救赎的主 一位是护理的主 这样听得懂吧 创造的主 是所有的都是他创造的 当然他创造的时候呢 耶稣也在里面 圣灵也在里面 可是耶稣是救赎的主的时候呢 是我们的罪 他替我们解决 护理的主是 当我们今天有需要的时候 最会安慰我们的 在我们里面 会让我们感动的 你看到上帝想到伟大 你看到救赎 想到我们的罪被赦免 你想到护理圣灵的时候 就安慰我们的那一位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与神同在的时候 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当神透过圣灵的形式 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突然这个奥秘 就明白过来了 说原谅我们舍心的神 是三一的神 因为这个缘故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把三个题目串起来 第一 我们能不能够跟谁到底 第一就是意愿问题 你要不要跟 那要不要跟 其实有一个麻烦就是 我不是不要跟 问题是我常常跌倒怎么跟 所以耶稣就跟他说 你不用担心 会接纳你 我知道你会软弱 并且我已经答应你 我预备地方 你一定可以跟我去得了 所以有个愿意的心 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方法 多马的心 我们怎么能够去 耶稣说我陪你去 我不仅是道路 而且我是你所遵行的真理 而且我赐给你生命 所以我可以带你过去 再来就是非力的问题 非力的是对象问题 对象是最难的问题 我每次替他们施洗的时候 我都跟他们 那样受洗的人说 等一下我会请你 我会问你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信圣父圣子圣灵 三而一的独一真神吗 通常他们都是 正常表现就是 怎么会圣父圣子圣灵 三一呢 不过没有关系 国民兄对不对 他们都 因为我替太多人施洗 他们都是 我就跟他说没关系 第一我也无法证明 搞半天 我今天要受洗的神 你是无法证明的 对我不能证明 我证明不出来 因为他比我大 我不能证明他 我如果把他证明给你看的话 你也不用信了 因为我也不想信了 我可以把他证明出来 我不能证明 然后 第一 你信圣父圣子圣灵 三而一的独一 他就要看着我 我就说你要说我信 信不一定要看到 对不对 我昨天才知道 光州竟然没有去过欧洲 所以你知道吗 过去这二十年来 我每次骗他去欧洲 其实并没有欧洲这个地方 他被我骗了 其实根本没有欧洲这个地方 因为他根本没有去过 所以我骗他我去欧洲 他就相信了 这样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你听不懂的话 我也没办法了 就是他没有去过 并不代表没有那个地方 对不对 不要说现在有电视 有各种各种各种东西跑出来 就算没有那些东西 那个东西的存在 也不一定我们看到才有 对吗 我最近在看一本书 已经看了很多 两年以上了 他说 这个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大概有十兆 听得懂吗 十兆的各种电磁 这种坡 坡 坡 坡你知道吗 坡长的坡 有十兆 有十兆种 然后呢 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点点 我们所能看到的 坡长在红尘黄绿蓝电子的范围之内 超过这个的坡长 我们全部看不见 我们大概只能看到一点点而已 不然的话我们怎么会收到 不然家你们家有没有电磁炉 什么 微波炉有没有 那 那 你知不知道现在开刀有那个伽马刀 你知道吗 你知不知道有X光 那些都是电磁坡啊 你看过吗 你知道我们这里有装那个Wi-Fi 然后你 你为什么你的手机会有三个这个 有没有 那因为我们教会这里有Wi-Fi 就是没有Wi-Fi 你不是有那个5G的那个 什么 你知道那个都是有波 所以这里这样射来射去的 你都没死啊 可是你都没看见啊 你都没看见 那都存在的 我那天看那个东西 他说因为我们的脑子里面 我以前对于射盲的人有点看不起 因为你射盲 你听个懂吗 后来我才知道说 因为那是我们的脑部里面 对某些光线接收不了 就那个波他收不到 他收不到 所以是他脑子的问题 不是蓝色不存在 红色不存在 后来我一看那边 我越来越觉得奇妙 他说有些人 音符到他的耳朵 会变成颜色 你知道吗 音符怎么变成颜色呢 可见还好我书看得比你多 可以糊糊你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并不一定不存在 对吗 所以我就是每次思习的时候 就跟他说 你信圣父圣子 圣灵三个一的独一真神吗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要说我相信 他就乖乖来说我相信 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 你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 道成六中 进到我们当中 讲完之后要看着我 我就跟他说 没关系我也没看过 不能没看过 你为什么叫我相信呢 这是我们的 我们的宣告 我们的 我们的任性 我们的任性 当你说了以后 我替你施洗完的 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 因为我在问你说 相不相信圣父圣子圣灵的时候 你突然说我相信 我说真的还假的 他说真的 快一点慢一点 过不久你就信 因为他就进来了 你进来就看见了 进来就明白了 因为这是对象问题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此第三个问题是 我们信仰的对象到底是谁呢 我们信仰的对象到底是谁呢 我们信仰的对象 是三一真神 是我们信仰的对象 不仅如此 三一真神 还因我们的信 与我们同在 慢慢慢慢就来到 最深的部分了 最后 最后 最后问一个问题就结束了 这个比较简单的问题 那就是我们跟从之人 生命有什么表现呢 我们跟从的人 生命要有什么表现呢 我们跟从的人 生命要有什么表现呢 第四问 耶稣说 有了我命令又遵守了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 必蒙我父爱他 并且我要向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所以我们跟从之人的生命 有什么表现呢 我们表现就是要明白 并遵守耶稣基督的话 或耶稣基督的命令 刚才我们提到有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意愿问题 第二个是方法问题 对不对 第三个是对象问题 最后是犹大问的问题 犹大问的问题 那犹大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卖耶稣的犹大 因为耶稣有两个门徒 都叫做犹大 有两个犹大 一个叫加略人犹大 另外一个叫犹大 有两个犹大 这个犹大不是卖耶稣的那个犹大 而是另外一个门大 他就问耶稣说 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 不向世人显现呢 他问耶稣说 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 而不向世人显现呢 犹大这个问题 其实是想问说 你不是就像下雨一样 下过去雨露均沾就好了吗 我们全部人都说 有圣父圣子圣灵就好了 他问为什么不这样呢 耶稣说不是的 耶稣说不是的 耶稣说要有一件事 就是有一件事就是 耶稣说 当你信耶稣基督之后 我们怎么样能够跟随到底呢 当你信耶稣基督之后 我们怎么样能够跟随到底呢 我们这里要有一个表现 不是理智上相信 就能解决问题 就是你要有行为 他说有了我命令 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猛 我爱他我也要爱他 并要向他显现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 坚持到底的第四个 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行为 慢慢地活出来 犹大说为什么只向性的人显现 不向所有人的显现呢 其实应该是这样 耶稣是愿意向所有人显现 可是有些人用行为表明出来了 我再讲一遍 有点难 我因为是个老师 我因为是个老师 所以我常常教很多的学生 我教完了之后 我怎么知道他懂呢 我就说有没有问题 他就问问题 你知道那个学生一问问题 我就知道他有没有懂 我刚才讲的 有的人问问题 他一问 他以为他不懂 其实他懂的 他如果不懂 他不会问这个问题 你听得懂吗 可是有些人 有没有问题 他一问 他就说老师我听懂你讲的 但是 他但是那个问出来的问题就是 他不懂 那怎么知道你懂或不懂呢 他一定是 这是因为你表现 有一次我在里面讲了一门课 其实没有很多学生 我讲完一门课 他们就问问问问问 下个礼拜来 我又讲 他们就说老师你这个讲讲过了 我说我知道我讲过了 他就看着我 我就说因为你们没有懂 就有很多学生就跟我说 老师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懂呢 你又不是我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懂呢 我说我从你的表现就知道你没有懂 这样明白吗 因此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怎么样可以跟随到底 就是我们这些人要有生命的表现 我们要活出来 我们可以开始慢慢地活 从少数地活 然后一点一点活出来 可是那个活出来的 就是要明白并遵守耶稣基督的话 简单地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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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讲太复杂 因为基本上你们都没有问题 我只是要把这个系统拉 拉拉得很稳让你知道 说怎么知道你有信呢 那就是25节26节 我念一节你念一节 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 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 耶稣在这边提到跟从的人 因着圣灵保慧师在我们里面 会提醒我们主耶稣的话 并且让我们有力量去遵行神的话 你要知道当你有生命的时候 你不一定能够表现 所有生命的本质 对吗 当你有生命的时候 这最简单了 我们当中可能 如果你没有自己的孩子 也看过别的小孩子 对不对 刚刚开始出来的小孩子 他只会哭 只会找我们的麻烦 只会吃喝拉撒睡 结果你就高兴得不得了 然后他越来越大 有一天他竟然会做了 哇 那个做起来的时候 那个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拿着照相一直照 照相机一直照 他只不过会做 你就高兴得要死 所以老大就得到所有的眼光 老二坐起来没人理他 老三什么时候会走的 没人知道 因为你很惊讶 他竟然会有个表现 他竟然会有个表现 其实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 你不要急 很多基督徒说 哇 我都感觉不到神 没关系 你感觉不到神 有神的 你这个生命会渐渐表明出来 因为你现在只会吃喝拉撒睡 所以没问题 有一天你就会坐起来 有一天你就会站起来 有一天你就会走路 有一天你就会笑 有一天你就会把生命表达出来 那怎么做呢 慢慢来 可是圣灵会帮助我们 因为祂就是生命 祂会给我们力量 祂会帮助我们 而我们就把我们所知道的 把它活出来 你信主一段日子 我们都不急的 你知道吗 我常常看到很多基督徒说 李长老 我没有你活得这么好 我说你怎么知道 我活得是真的还假的 我有的时候喜欢开这个玩笑 我也可以装啊 装的一部 你装也装得出来啊 对不对 可以装吧 可以嘛 对不对 道貌岸然 目不斜视 对不对 走路的时候最好还带一本圣经 这样比较圣洁 对不对 不是 谁不会做啊 可是真正的生命不是这样 真正的生命它会跌倒 真正的生命它跑步的时候会摔跤 会摔得很惨 所以我们会有软弱 我们很正常 我们看到别人比我们多 我们也会嫉妒 我们会有生命的问题 可是我们就会慢慢长起来 慢慢长起来 问题是你有没有生命 而不是问题你表现得怎么样 所以慢慢慢慢我们就活出来了 所以明白并遵守耶稣基督的话 就让我们这个生命就表现出来 最后 得着并享受耶稣基督的平安 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四章十四章二十七节 预备 请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 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跟从之人有第二个表现 那就是得着并享受 耶稣基督所赐的平安 他不仅借着话语跟我们保证 借着圣灵让我们笃定 这个笃定 是我想了很久 终于想出来一个词 是我们中文比较能够表达 平安跟喜乐 因为平安 感觉它的相对应是不平安 对不对 可是我问你 你有没有什么时候觉得很不平安的 也有啊 所以就平安 就不是我们中文意思的 那个平安嘛 那喜乐 喜乐你有没有有时候 很不喜乐有没有 有啊 所以好像看起来喜乐也不能表达 我后来想想 应该用笃定这个词 所以平安不平安 我现在用中文在表达 还不如你用笃定 喜乐不喜乐 你还不用笃定 就是很笃定嘛 都不平安很笃定啊 现在问题不能解决 我就是很笃定啊 我不知道怎么解决 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会解决 所以当我们有任何困难的时候 我要问你的事情 圣灵有没有在你的里面 让你越来越笃定 当然这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 会有更好一点 更好一点更好一点 我做个例子就结束了 我看过一个例子 当然例子很多很多啦 我们教会就有好几个例子 但是不要老是讲我们教会弟兄姐妹 大家都一直看着他们 他们压力也很大 我讲一个我以前看过的 是我以前的教会 就是临生南路礼拜堂的 那个时候我在那边做长老 也是 他的追尸礼拜也是我做的 他是一个弟兄 他是个医生 他很年轻就得了癌症 而且是那种很快就会过世的癌症 发现的时候太晚了 他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他非常的痛苦 他那个癌症就是很痛苦的癌症 那我们大家都去看他的时候呢 那就是他很痛嘛 那偶尔他就会说今天比较痛 我今天比较不痛这样子 那我们都压力好大 一直为他祷告 但是他自己是医生 所以他就说按正常状况 这就是会死的 正常状况 那他也没有说不求不死 他没有 他也说能不死就不死 因为他有个太太 因为没有孩子 两个非常恩爱的 后来他就开始跟他太太说 他说我可能真的会走 我可能真的会走 所以你要有预备 他才哭得个要死 他就说这样 因为他在大学毕业没有多久 他们是医生嘛 他是医生嘛 他就说 跟他太太说 你可不可以联络我的同学 让他们来看我 让他们来看我 然后他就联络他的同学 让他来看他 然后他联络的时候 就不是全班一起来 就是今天约两个 明天约两个这样 你知道后来他们全班 每一个都来看过他 他每一个都找机会 跟他讲了福音 他让他们分别来 然后他跟他讲说 然后他的同学就跟他说 哇 你这样很痛苦 他就对我很痛苦 可是你在他的脸上 看不到慌张 看不到死亡前的恐惧 他就说 我不过换一个地方到那里去 你问我害不害怕 我也害怕 你问我担不担心 我也担心 但是我里面有一个笃定 他说我可不可以跟你讲一讲 为什么我有这个笃定 他就一个一个跟他的同学 每一个都讲 后来这一四礼拜 他大部分同学都来 其中一大半都信了耶稣 因为这种笃定是拿不走的 不是你可以讲得出来 说我很笃定 因为你是不是有笃定 你自己知道 因此昨天晚上 我昨天下午我在这边 告诉所有的同工说 来上课的同工说 你要面对死亡 因为这是最后你必须面对的 你不面对 你也要面对 你不早点面对 我告诉你 当你愿意面对死亡 你真的用了两三年 把死亡的事情面对了以后 你会变得非常笃定 因为只不过就搬个家 你知道你一笃定就好了 这叫做平安 得着并享受耶稣的平安 今天我们要结束了 试问跟随到底 第一 我们能不能够跟随到底呢 我们要有一个彼得 愿意的心 第二 我们怎么能够坚持到你呢 我们要有个多马 一个方法的心 第三 我们要有个非力说 我们信仰的对象是谁 最后我们自己要表现出来 对吗 就是我们要有 愿意遵行他的话 而且我们里面会有 笃定在里面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向你现场 满心的感谢 这个信仰不是我们想出来的 不是我们创造的 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向我们显明 主要在人类的历史当中 你透过你自己倒成肉身 来到我们当中 把这个生命向我们显明 我们真的不明白 老实说 我们讲得好像我们懂一点点 但是老实说 当我们碰到真正生命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只能说 求你住在我们里面 与我们同在 解决我们的问题 谢谢主 我们愿意跟随到底 求你让我们有一个火热愿意的心 求你让我们有个冷静寻找方法的心 第三 求你让我们认识你 认识你是我们的对象 求你保守我们愿意 慢慢地活出你的话 而且我们心里越来越笃定 听我们祷告 我们现在就要分散 而且我们要一起用餐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交通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的家人 和神在普世的众教会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看 请您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观看